前夜春日式景觀餐廳 來到這邊真的是 希望到了日本的感覺 這裡有200套的和服 還有鬼滅之願 哇!一個健成的鳥群 香燈滄肉湯更好吃了 這裡真的有超級多造景 而且日夜的氛圍都不一樣 我們今天來到了高雄的最新景點 千野春日式景觀餐廳 來到這邊真的是 想到了日本的感覺 而且在這裡還可以免費 體驗浴衣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售票題買票 他們是從下午4點營業到凌晨12點 那假日的話一樣是早上10點 營業到凌晨12點 就他們晚上會非常的漂亮喔 光是門票就這麼很可愛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會碼 這是我們加購100塊買的 就是可以把我們的心願寫在上面 然後再掛在園區裡面的 心願牆上 這邊的全票是200元 學生票160 兒童票跟進老票一樣 也都是160元 都可以折抵園區所有消費50元 售票亭旁邊 都有一張大張的園區導覽圖 它上面都有畫上各個可愛的圖示 就是建議大家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喔 等一下我們每一個點都會帶大家去看 然後我們要租和服的 就在這一間和服市 它也是在燈籠牆的這一邊喔 旁邊都有賣飲料跟甜點 建議大家一進來 就來先抽取號碼牌 其實竹街和服原本是要收取費用的 但是園區在12月15號過後就改回 完全不用收費 以前就有很多和服可以選耶 這連兩大套的和服 小朋友 大人還有鬼滅之人都有耶 超級可愛的 哇 男生也很多種選項耶 然後還有很多的配件 那夾過的話就是50塊 還有這個貓面具 竹街姊的話也是要夾過是100元 全來這件顏色 然後我覺得他們幫我們穿和服都很細心 他們剛才給了我們兩指襪 穿上去再配上木機 就整個完美 剪刀石頭 剪刀石頭 怎麼樣都是剪刀 哇 我終於換和服了 換上服裝之後就更有來到日本的感覺了 這個真的很可愛 每個人都選了不一樣的配件 如果有進來園區換和服的體驗一次是一個小時 如果有超過的話是半個小時100塊 一個小時200塊以此類推喔 而且只要大家來的話會看到更大的和服室 只要在一個我們今天用的和服室就會暫停食用囉 我們快往和服就到剛剛旁邊的這個地方要來買點心 它叫做果汁物魚 而且它賣的點心都是比較屬於日式的那種甜點 像是絕餅 杏玄餅 飲料的部分有這些 我覺得這裡最特別的部分呢 就是它這裡是一個日式景觀餐廳 可是你一進來 你會很像來到一個什麼主題園區 對 它連座位的部分都非常的用心耶 就打造半戶外的座位 而且看出去就是整片綠意阿南 更有來到日本的感覺 加上我們外面這邊是風林區 所以你會聽到一點點叮叮噹噹的聲音 耶 我們現在準備來吃他們的點心了 超紅色的 我要先吃這個隨性絕餅 裡面真的有一個花耶 感覺很低熱量的甜點 不會太甜 它銀瓶都做得很夢幻很可愛 像這個也有漸層 然後我一定要講他們的彈珠汽水 喝到這個完全就是像回到小時候一樣 它紅茶牛乳也很好喝耶 也是茶味很重 因為它是用海茶18號的紅茶 田巨裡面竟然還有賣大冰淇淋 它外面的皮非常的酥脆 然後裡面的奶香味很香 它肉質還很好喝耶 很像那種韓國柚子茶 可是沒有這麼甜 那麼甜 裡面真的有那種柚子的果皮 然後它們糰子的話 就是它會推出草莓跟煉乳兩種口 皮會酥酥的 然後裡面就有點融化熱熱的感覺 這個紅豆麻糬上面有布滿了滿滿的紅豆 我覺得很棒的是園區裡面的點心都小小份的 所以有點像是散步甜點很快就可以把它們吃完 售飄口一進來的時候會顯看到雙側燈籠區 晚上一樣都會亮燈 這邊拍照也很漂亮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它們有一個吊鐘區 據說搖這個吊鐘搖得越大力越響亮 聲明就更容易聽到你們的願望 我們要處理一個很舒暢的女孩子 我已經九天沒有大便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這邊 出來了 你看 它在吃早 這裡有一個小神社也是很多人會來這邊拍照的地方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這個神社的木工都做得很細膩 真的 你看這個樓梯 然後神社旁邊就有一個櫻花樹的造景 還有一個小橋也是大家必拍的場景喔 接下來我們又回到了剛才的楓林區 這邊就是有很多水藍色的楓林 走過楓林區之後接下來是櫻花步道 上面就是布滿櫻花 超漂亮的 好大燈籠喔 好可愛喔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紅橋 這裡園區的造景真的是每一個角落都是打卡點耶 AV很厲害喔 神劍層的鳥居這樣一路往上從紅色到粉色之後 漸變成白色 而且它旁邊還有一整排的油紙傘造景 超漂亮的 他們也都會掛有很多的奇妙牌 很用心還畫畫耶 祝你們幸福喔 祝你們幸福喔 其實這個木雞在穿這個襪子真的很滑滑 所以如果大家有穿木雞的話 它就只能這樣倒退過這個現成的鳥居 這裡比較高就可以往下看剛剛的園區 我們就從這個紅色的地方走到這裡變成白色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串的燈籠 哇我們剛剛拍完櫻花真的超美的 而且現在有這個夕陽然後往外看就是那個山頭 現在這裡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五長半 有一些人來過都不知道 就是在這一個漸層鳥居的這一邊 有一個樓梯 這邊有很多的貓面具 然後這邊也都有很多的奇福牌 裡面有個合適的感覺 千言純這邊啊 用船的地方就有分室內跟室外 然後室內就是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間 掛滿了LED燈串的景觀餐廳 到了更晚的時候 就很像是滿天星空的感覺 我們從景觀餐廳出來之後 就是一整個油脂傘的牆面 而且有各種不同圖案的油脂傘 這樣看起來超漂亮的 然後現在大概到五點多了 它其實是阻打晚上的照景 現在都亮起燈了 所有的燈籠都變得很漂亮 走在這條路上 就可以看到很多賣日本小吃的攤販 他們那個舞台真的很美耶 舞台也是我們台灣人稱的路邊攤 就是日本很傳統的一個文化 其實這邊有一個日式酒吧 就可以在這邊點想要的酒來喝 如果要點餐的話 還是直接在這邊結帳喔 他們都在座位上請先入座再點餐 然後那邊有非常多的酒可以選擇 他們有主食、炸物、沙拉跟烤魚 在這裡吃小火鍋跟烤魚的話 是要在紅油閃周位去跟兩庭用餐的 哇塞 這就是我們的重慶烤魚 看起來就超美味的喔 烤魚的這個湯底是用他們的重慶獨門醬汁 這真的很入味而且很辣欸好愛喔 而且魚超嫩的 裡面除了有魚也還有很多配料 這個烤魚下面還有冬粉 超多的 另外的口味是番茄梅汁 上面就是滿滿的番茄 它是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每一口魚肉啊都吸滿了那個湯汁 所以每一口都很入味 然後我覺得這個番茄是不會辣的 它烤雞上面還放兩顆梅子 哇好多汁喔 甘酸甜甜的醬料超好吃的 而且還有吃得到一點點梅子的香味 燒燒豬排 上面布滿了柴魚 豬排咬起來還滿Q彈的 吃起來整體是偏甜 因為它裡面有日式的美乃汁 然後這梅子飯真的很特別 裡面真的有一顆梅子 我以為會是比較偏甜的 它是有點淡淡的梅子 想換一點的一個大霧冰嗎 泡布兩種醬可以沾 上面的鮮魚炸的超嫩的 裡面吃下去之後就直接在嘴巴化開了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要慢慢的把這些美食都吃完 等一下再帶大家去看晚上的圓區喔 我們現在來到旁邊的屋台要來吃烤麻糬 這邊是有賣紅豆湯的 這紅豆看起來好綿密喔 非常的濃稠耶 這樣一份紅豆湯跟烤麻糬 蠻划算的 看著這個麻糬 這樣慢慢的變炸 好多 要加我的麻糬 要加我的麻糬 要加麻糬吃麻糬 我覺得炒得很棒 好氣喔 極端耶 加到紅豆湯更好吃耶 這個麻糬居然有炭味 木伊里大廚跟著它死 沒有 這只有出來玩這個它吃就對了 我們吃飽喝醋 所以要來帶大家看一下晚上的圓區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這一個最漂亮的燈籠街 它全部都已經亮燈了 那些燈籠就像漂浮在空中一樣 哇 一秒飛到日本了 耶 這裡的燈籠是白燈 剛剛那裡的燈籠是黃燈 這是又不一樣的氛圍 然後他們連樹上都掛了很多LED燈 非常用心 耶 我們今天掛完一整個圓區的重造 到晚都非常的漂亮好牌 這裡真的有超級多造景 日夜的氛圍都不一樣 重點這裡其實非常好停車 而且是免費停車喔 這邊其實還是一個寵物友善餐廳 過來的話記得要簽寵寵物的排泄物 要記得清理喔 然後我們剛剛都已經把我們的心願 寫在這個會碼上面了 最後我們就要把它掛在祈願牆上面 好啦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是想要看我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這是什麼老虎是嗎 晚上要變身了 變成貓女 好可愛 謝謝 蛤